嗨,大家好,我是Coco,洛杉矶二万本地的地产经纪 今天我们一早八点多就来到了这个Newport Coast的其中我管理的一套房子 过来干什么呢? 漏水了 昨天呢,那个租客跟我打电话说这个家里的这个热水器 water heater的这个一个大桶啊,穿孔了 水就哗哗哗的往里面漏 所以昨天呢,已经找handy man过来先把这个机器修好了 今天呢,保险公司又会派人过来看一下drive wall 还有这个leaking的一些原因 那就是这个打击器 这个哥们 这个哥们他呢,已经寿命很长了 因为这套房子我们当时买了二手房嘛 之前的,这个是新的啊 这个是昨天我已经让师傅从Home Depot买了新的 之前那个旧的已经是 真是可能二十来年了,没有办法用了 他整一个水,大家可以看到就下面全部都漏的这个板子都不行了 然后呢,包括这个下面的这个foundation 我们觉得也有在漏 那因为这块墙面,后面呢正好是配的是 对应的是一个powder room 我们进去看一下 就是这个墙的这边啊,走过来 正好是一个小卫生间 所以目前我们的损失还是比较小的 只有这个啊,小卫生间的这个墙面 还有它的这个地面 以及呢,这边的一些剃脚线 全部就是有一点啊,泡烂了 因为它一个晚上嘛 然后呢,租客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关水 呃,就就那个比较严重 然后包括车库的大面积的这些drywall全部都是有点泡烂了 所以呢,现在我在这里等那个American leaking的人过来 再查一下,除了这个我们自己把这个机器已经换好了 还要让他们看看drywall里面的这些pipe有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呃,我知道很多保险公司哪些cover哪些不cover 保险公司一般它cover 比如说维修你的drywall啊 这些呃,墙面的这种损坏damage的都可以 但是像这种大型的机器啊,一个坏了 因为你在家里用了比如说十几年二十年 这种机器你还是要自己付的 啊,你比如说去买了一下 我们这台机器在home depot就是1888 这个就保险公司是不会付你的啊 就各位屋主可能很多不知道哈 以为说哎,就全部找保险公司不是这样的 但是你请的人工费,维修费 呃,这些可能800来块是可以向保险公司报的 然后呢,包括等一下过来再来检查墙体里面的pipe有没有问题的 这个,呃,American leaking 这个也是保险公司cover 啊,牛泊一直是我们想搬来的地方 早上真的大家仔细听着鸟叫声 啊,这感觉很舒服 如果自己早上起来 然后那边就是海 我客人的这个房子的二楼可以看到无底的海景 还有这个Catalina Island 还有这个Hubble 就是Newport Beach的整一个海港都能看到 然后这边也有这么大的泳池 然后它现在的这块地是14000尺 是整一个,呃,这个Pelican Heights里面的这个房子里面 数一数二的占地的,呃,一栋 当时我们抢到这套房子的时候就要576万 现在800万为美金秒杀 可能人家都会加到900 太猛了 唉,当时我们自己差不多有两三百万的时候 想着说 再努力努力 还差一点就可以搬来牛泊 那么现在自己大概能够挣到400万的时候 发现牛泊离自己的差距反而更大 因为它已经要七八百万 你说人赚钱的速度 是不是没有房子涨得快 唉 anyway,你看看美景 终于来了这个大哥 他说八点半到九点 现在正正好好九点钟 好了,这个大哥的机器有点猛 他的这个机器是可以,你看 可以听到里面有没有漏水的 然后呢 这个机器是就是侧墙体湿度的 然后剩下的机器就是直接它可以从 就是他比如说 在这里厅里面的水管有没有漏 好,搞定了 这个大哥都测了 他等于说用这个漏水听诊器 把全家的厕所啊 厨房啊 还有外面泳池 任何有管道的地方 他都听了一遍 现在一点问题没有了 那我们这个漏水已经解决了 就是这个热水器一个问题 这个大的热水器也换了新的 那我们下一步呢 保险公司就要派人过来修那些剃脚线 Drywall了 那上午在这套房子结束 我们去看下一套在Laguna的海景房 之前有客人催我说 有没有后面的这个Flipping啊 这套房子的进度啊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Let's go 好 我们到Laguna 这条道开上来抖的不行 然后今天本来刚才是就是在Newport的时候 还是这个就是阳光高照的 现在到这里全是雾气 你看就那边都是云 其实是海 其实OK我们已经到了 这个门口停了一辆大的这个集装箱是用来放垃圾的 因为现在的进度是把里面以前所有旧的地毯地板柜子全部已经拆光了 好了带大家进去看一下 我们的成果现在是装修进度的应该是第二期 第一期就是拆光 第二期就是把新的那些架构木架构做好 然后现在在等什么呢 等整个City Laguna的City过来检查 它通过了这些水和电的管道 它才会允许你去把它cover 就是把它这个drywall重新去给它封上 它如果没有prove你 你没有拿到这个水电的permit 你不可以直接自己巴都盖起来 那它会让你拆掉它检查 所以这个inspection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来的时候这里是没有人没有工人 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等那个Laguna的City过来 做一个inspection我对这套房子装修完我非常的期待 包括这边楼梯栏杆都要重新做 然后我们这边的一个小书房 这边全部都会有新的这个壁炉 就是电子壁炉 那我们今天就是在这套房子里面的就是一个flipping的一个update 后续我还会就是在它做inspection下一期的时候再会过来 一步一步一直到这套房子全部装修完毕闪亮登场 后续我会继续给大家关注这套房的这个装修的成果 所以呢如果想要嗯继续关注 直到后面消息的一定要关注我哦 那我们这一期再见啦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